微秀全台最高级的影城开幕啦 好像坐在飞机头的舱一样 看电影有枕头 还有毛毯 还可以一边半躺着 一边吃牛排 高12公尺 宽22公尺的4K 巨型荧幕 看好莱坞大片时 更犹如森林奇景 到底这座影城 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微秀盖这座影城的策略 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 刊登在2020年1月25号 唐子晴所撰写并刊登在 数位时代的一张票 可卖720元 微秀最高级新影城 A13亮相 勾观众进影城的 头等舱 服务是谁 原摆新意A13 作为新意百货之战的 新增力军 在2019年年底 终于风风火火的开幕了 而全台最大的连锁影城 微秀也砸下重本 选择在A13 打造全台第17座 也是最高级的一座影城 叫Movie Cinemas Muvie C-I-M-E-M-A-S 微秀官方透露 打造这一座影城 次之远超过2亿台币 但在OTT崛起 什么是OTT OTT就是透过网际网路 直接向观众提供的 串流媒体服务 在OTT崛起之后 总的听见人们说 去电影院的人越来越少 这样的年代 微秀大动干戈的目的是什么 这一座新影城又厉害在哪个地方 首先先告诉大家 这座像飞机投影舱的VIP影城 到底长什么样子 新衣微秀 今章微秀 这都是我们熟知微秀 电影院的名字 而Movie Cinemas 不仅命名完全不一样 在空间设计上 风格也看不出过往微秀的痕迹 影院总共有8厅 6个一般影厅 一个剧幕影厅叫Titan 以及一个如飞机头等舱的 VIP影厅叫Mu Crown 总共计有1147个座位 Mu Crown拥有双人大空间的座椅 不仅能控制角度 还有小夜灯 小桌台 USB充电插座 也有枕头 毛垫 除此之外 还有专属的购票区 及餐饮区 菜单内容也包含了像排骨汤 猪血糕 牛排等等的 甚至还有调酒 都可以来顶 视听体验方面 高12公尺 宽22公尺的4K 巨型萤幕 搭配新开发的 深度硬染 深血布料 让外露的传统音响喇叭 隐藏起来 让影厅有博物馆般的 艺术气息 更融入看电影的体验中 多么奢华的享受啊 这项新颖的设计风格 是威秀首度委托 何硕科技董事长 童子贤先生 旗下的设计总监 李正乙 跨界潮刀 双方洽展两年完成 这是何硕第一次尝试 新生学材质 与大尺寸商业空间设计 第二 威秀影城董事长 吴明宪对电影院经营的观点 也就是电影院 它不只是一个场地 让看电影更是一种社交 其实影院的空间设计 体验越来越多元 都离不开吴明宪在 2019年11月 第一届亚洲新媒体高峰会上 发表的场地说 为什么电影院 要大家买爆米花和可乐 电影院的本质是一个场地 观众来电影院是为了看电影 但谁知会有周边 要吃东西就有食物 这就是电影院传统的 收费引力模式 但它表示对威秀而言 要怎样妥善利用 影院这一个场地 就是最大的重点 举例来说 距离movie cinemas 不到一公里的新衣威秀 将在年底改装 天数从现在17 缩减至10 新浪出来的空间 将导入娱乐设施 针对家庭课 引进提供学龄前儿童的互动 娱乐设施 让爸爸妈妈带小朋友看电影 又多了一项娱乐内容 同时也增加电影外的营收 另外越来越多小众电影 都选择在Netflix上 主力发行 面对OTT对影院的冲击 吴明仙还是秉持乐观态度 他认为去电影院看电影 不只是一种娱乐 更是一种社交行为 所以威秀开始推出非资本电子票券入场服务后的成绩 就能窥探出一些端倫 在2017年威秀APP推出电子票券入场后 至今使用电子票券的消费者不超过10% 所以吴明仙笑说 来电影院的观众还是喜欢排队 觉得排队购票是一个仪式 可以边排队边跟身边聊天 大家聚在黑暗的影厅里一起看影片 你获得的感动与交流是串流给不了 第三 吴明仙把movie cinemas和信仪威秀 是我一个整体来经营 但影韵策略则会根据分种定位来分开制定 就威秀观察 新威秀的目标客群是家庭及年轻人 而movie cinemas锁定的则是 有收入的年轻上班族 以及金字塔顶端消费者 所以在新影厅次营运时期 会从票房来客树 分析某一种种类的电影 是不是在某一处特别受欢迎 再来做影片的挑选 以调整慢慢的做出区隔 好的 今日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威秀新的豪宝影城 我是非常期待 自己都很想赶快去 除了本身喜欢看电影之外 这也是台湾第一间跟其他电影院 做出大区隔的电影院 未来我们看电影的体验 可说是越来越丰富多元了 除了有OTD线上串流之外 电影院也在听觉、视觉等观感 做出了越来越细腻的才华服务 所以鼓励每一个听众、每个观众 赶快花一笔小钱 但可以更多的体验 你也跟阿峰一样期待吗? 如果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探圈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每日商业 十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